畫面中可以看到 眼前的工廠陷入一片火海 因为火石相当猛烈 从远处就能看见火光以及浓浓黑烟 下方人员货包道场 也急忙拉起水线进行灌救 事发就在17号清晨4点 台中神钢区间舔工厂 以电线走火引发火警 道法也燃烧到隔壁 做手套连续的塑料工厂 因为外面堆放材料属于易燃物 也导致火石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这间工厂内有民众居住 疑似还有一人受困 火烧就烧起来 我们就硬逃下来这样 总共里面是几个人 我们上面有四个 楼下一个 就这样 一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回过头去拿东西要拿东西 结果卡在上面就没下来 就被烟枪掉这样 家属表示他们一家屋口住在里面 失联了27退弟弟 因为回头拿东西受困 目前失联当中 因为妈妈跟妹妹及阿嬷有逃出来 不过母女有烧烫伤已经送医治疗 消防人员也将持续搜救 以及调查期货原因 在哪里 我们开始 기억了 我们开始